詞・編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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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股市獲利的關鍵是什麼 全國同學你有沒有冷靜的思考這個問題 為什麼絕大部分投資人 不管你買賣股票操作台紙期 搞到最後灰頭土臉滿手套牢 好好思考這個問題 起股獲利的關鍵是什麼 第一 專業的依據 專業的策略 專業的工具 我請問你 這三樣東西你有哪一樣 好 那我問你什麼是專業的依據 來 同學 你告訴我 很多人說張老師我知道了 今年二月份你看 漲到一萬八千多點 當時所有的股市專家老師 都跟你講上看兩萬 這就是依據了 台電當時漲到六百多 每個都跟你喊上看一千 這就是依據 那你試試看 所有年初去買電子股的 從一萬八千多點上看兩萬 結果兩萬看到沒有 一萬八到兩萬 一想說會賺兩千點 結果兩千點沒賺到 上禮拜殺到一萬五 兩千點沒賺到 你先賠三千點 年初每個都跟你講 電子股是主流 台積電是主流 六百八上看一千 結果一千沒看到 殺到五百 IC設計是主流 一千二連發哥趕快買 殺到七百 環球晶 矽晶圓九百 趕快買 殺到四百 所有年初帶你買電子股 跟你講上看兩萬 這些專家 通通把你害慘了嘛 所以讓你知道專業的依據 不是每天看電視 聽那些專家胡說八道 專業的依據是什麼 籌碼 你今天不懂籌碼 你就不懂多空 不懂多空你就不可能賺錢 甚至慘悲 你方向都搞不懂啊 對不對 你開車到高速公路 南下北上你都搞不清楚 人家是北上的你南下 人家南下你北上 你告訴我會發生什麼事 肯定要出大災難的車禍 方向搞不清楚啊 你還有命嗎 所以我講到籌碼是什麼 籌碼轉多股價才會大漲 籌碼轉空再好再好再好的股票 哪怕是台積電聯發科 照樣大跌破跌 那你懂籌碼嗎 這就告訴你 今天台面上我跟你講 跟你談基本面 消息面產業面的節目一大堆 那這些老師有一個 共同的共通點 共同的毛病 就是看到漲就喊漲 漲到一萬八的跟你喊上看兩萬 那誰不會呢 通通害死你 上禮拜殺到一萬五對不對 就跟你講通通逃命啊 結果呢 一個禮拜又大漲了七百點 但你做多賠三千點 但你放空逃命 結果上你到昨天強談的七百點 你不懂籌碼 懂不懂 你不懂籌碼 籌碼大陸籌碼 股市是有多空雙向的 籌碼轉多 當然你全力做多沒有問題 但是當籌碼轉空的時候很抱歉 大盤是要進入阻跌段的 所有所有所有不論是加權指數 甚至股價通通要向下破底 所以你要把多空搞清楚 多頭市場當然全力做多沒有問題 空頭市場你要全力放工 這是操作的策略 操作的依據 對不對 所以你相信大陸籌碼 賺錢是很輕鬆愉快的事 你相信頭碼 相信專業 多頭市場全力做多 空頭市場全力放工 你輕輕鬆鬆 很開心的賺錢 是不是 那你跟對專業才有資格賺錢 你跟著老師每天都亂喊 漲到一萬八的上看兩萬 對不對 去年威盛漲到一百 就跟你說全力做多 一跌跌到四十 那你還有幾條命可以賠呢 跟錯老師慘賠了 因為你的老師講白了 他連多空都搞不清楚 所以在多頭市場的時候 哇 這些老師好像 哇 對不對 哇 全力做多 碰到空頭市場全部掛了 對不對 會員全部慘賠 因為你的老師 連最基本的籌碼都不懂 籌碼轉空都不知道 你跟這種老師 你還有幾條命呢 你跟這種老師 你還有幾條命呢 當然慘賠了 來 我們不囉嗦 二月份一萬八千三 當然當時全市場跟你喊上看兩萬 來 當時大物籌碼 張大文在全國媒體公開呼籲 科技股 科技股什麼 當然電子股 籌碼轉什麼 轉空 這就是專業的依據 你看得懂嗎 二月份跟你講籌碼轉空 甚至四月份 四月初清明節前 談到一萬七千七 跟你講空頭結構不變 ABC A波下殺一千六百點 B波跟你講搶短多反彈也將近千點 這裡也談了一千點了 跟你講清明節前三月底 跟你講西波阻跌斷再度下殺破底 一萬七千七帶你一路放空 到上禮拜一萬五千六百 這裡又下殺又讓你大賺了兩千點 整整波段讓你大賺了三千點 這才是操作嘛 那你不懂籌碼你憑什麼賺錢 每天多空亂搞一通 二月份帶大家全力放空 籌碼轉空全力向下放空 跟你講預告行情 對不對 向下破底 電子骨破底 台子破底 當然要向下放空操作 對不對 因為籌碼轉空 會進入阻跌斷 阻跌斷的下場就是破底 我們都跟你講得很清楚 結果呢 有沒有 ABC修正 對不對 阻跌斷ABC修正 尤其西波阻跌斷又崩了兩千多點 整整整整對不對 從一萬八千多一路空下來 三千點的行情 三千點的行情 帶著你輕輕鬆鬆掌握 往向下三千點放空的大行情 操作台子知道 一千點是賺一倍 現在保證金十幾萬 一千點是二十萬 所以你一千點就賺一倍 兩千點賺兩倍 三千點賺三倍 所以跟著張老師 跟著大賦籌碼 從一萬八千多點 一路空下來 你看看讓你賺幾倍了 是不是三千點的行情 三倍的行情 上禮拜殺到15608了 來 全市場 這些年初做多的老師 到上禮拜通通改口了 趨勢向下 好可怕 上禮拜每個都好可怕 趨勢向下 小心還沒跌完 這個答案很簡單 你的老師一萬八拼命做多 跌到一萬五 他臉就變綠了 嚇死了 那你跟著大無籌碼 專業的依據 一萬八千六 一萬七千七全力放空 ABC修正結束 上禮拜跟你講 ABC修正結束會怎樣 ABC修正以後會有向上反彈坡嗎 會有向上反彈坡嗎 而且會彈多少都算給你聽的 坡浪理論空頭結構反彈通常也有多少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那從二月份一萬八千多一路空下來三千點 反彈三分之一 反彈三分之一那是多少點 是不是將近千點 所以上禮拜是不是跟你講 來到一萬八千六這裡會反彈 而且會三分之一的反彈 三分之一的反彈 所以上禮拜從15608跟你講會有三分之一的反彈 會有將近千點的反彈行情 你要好好把握嘛 但是也跟你講得很清楚 上禮拜跟你講得很清楚 這裡會有將近三分之一千點的反彈 但是初步的壓力會在哪裡 會在前坡一萬六千兩百點附近 有沒有 那上禮拜一萬五千六到一萬六千兩百多點 是不是六百多點 所以上禮拜已經幫你規劃了 會先有六百多點的反彈嘛 對不對 那整體來講 通常倒是波浪理論會有三分之一 會有千點 所以上禮拜已經跟你講 會先掌握到 來到前坡初步的壓力 一萬六千兩百多點 會先看到六百多點的反彈行情 那賺六百點不好嗎 六百點你知道一口多少 十幾萬 輕輕鬆鬆五口六十萬 是不是最起碼會有六百多點的反彈 是不是 從上禮拜有沒有 15608跟你講大減便宜 尤其台積電 跌到五百零五你怕什麼啊 台積電跌到五百零五你要怕什麼啊 會倒嗎 台積電會倒嗎 你告訴我會不會倒 會倒 我裝大我三個字倒過來寫 對不對 台積電我從六百八警告你 轉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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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百八一路警告你 沒跌完沒跌完 上禮拜五百零五對不對 為什麼這裡要搶短多 因為大盤會反彈嘛 大盤會有將近千點的反彈 先帶你先看六百多點的反彈 那大盤會有六百點到一千點的反彈 那當然台積電要去搶多嘛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波大跌帶頭破底的就是台積電 就是電子股嘛 那大盤已經ABC修正結束會進行強勁的反彈 會有三分之一的反彈 會有六百點到一千點的反彈 那你當然這裡要買台積電 那你要買什麼 所以答案都很簡單 這都是專業的依據 專業的策略 對不對 股票當然買台積電 那台積電從15608跟你講的 會先上看六百到一千的反彈 結果呢 上禮拜1575趕快買多 對不對 15850加碼多 15964還是多 是不是啊 昨天你看看有沒有六百多點 有沒有六百多點 七百點的行情 所以上禮拜聽話的人對不對 跟著進場搶多 從15600附近趕快進場搶多 到昨天是不是六百多點 那昨天來到這怎麼樣 是不是我跟你講初步的壓力 前波16200多點以上 會有初步強勁的賣壓 懂不懂 是吧 所以上禮拜先多帶著你多 權力多是不是先看到七百點的行情 送分題 七百點不是送分題嗎 那昨天大漲七百點之後 來到我跟大家報告的 16200點以上的壓力 那當然怎樣 要注意什麼 大盤會怎樣 會再度拉回做第二隻腳 這是很合情合理的 因為整個大盤現在還在空頭的結構 所以這是空頭的反彈 是不是在面臨16200點以上壓力 當然要拉回做第二隻腳 拉回做第二隻腳 再往上攻 才會再往上繼續突破16200 繼續往16700的方向走嗎 所以大盤這裡 昨天 今天的大碟 昨天已經從籌碼結構 已經事先的很清楚的告訴你 所以上禮拜帶你做多到昨天 已經先送你七百點了嗎 你還不滿意嗎 所以你看張老師節目 我每次都給你預告未來 我都告訴你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你要趕快怎麼做 都是把未來給你交代的很清楚 就是送分題 上禮拜趕快做多又是送你七百點 昨天漲了七百點 跟你講來到16200點以上的壓力 所以當然要注意什麼 大漲七百點以後拉回 所以昨天給你預告大無籌碼 16275 16275 16275 所有大無籌碼16275 昨天已經跟你講領先怎樣 轉空了 16275轉空 昨天大盤已經要修正 本來這裡就要修正了 只是說修正多少 就昨天晚上剛好碰到 美國重挫1100點 那當然修正的幅度就比較大 對不對 那當然修正的幅度越大 對大盤將來拉回 側第二隻腳的支撐力道 會更好 對不對 美國大跌利空剛好撤台股拉回第二隻腳 所以昨天本來大無籌碼已經跟你預告 大漲七百點本來就要修正 對不對 看來修正是多少 是200點 300點 400點 還要配合外在的環境 所以16275昨天已經領先預告大戶籌碼轉空 已經要進行拉回的修正 當然碰到美國重挫1100點 所以當然今天一早就順勢殺低 你看看 是不是輕輕鬆鬆 輕輕鬆鬆又掌握到400點大跌的行情 那你告訴我 從上禮拜一路翻多700點 對不對 然後昨天16275預告轉空 今天是不是又送你400點 那你告訴我 昨天16275空400點 上禮拜一路翻多700點 多空兩趟 請你告訴我多少點 是不是張老師一再告訴你 台子獲利的關鍵 你要有掌握千點的波動的專業能力 不是說一做多掌1000點 一放空跌1000點 沒這種事 是不是你看上禮拜翻多先漲700點 昨天短空回跌400點 多空兩趟 你看是不是千點 所以掌握千點的波動 是很輕鬆容易的事情 你根據大戶籌碼 泄露天機 事前都跟你講了 是不是再度見證 多空兩趟千點的行情 再度輕鬆幫你掌握 那台子獲利接下來會漲到哪 好不好 你要特別注意 那股票的話 從二月份一路警告你 18,300科技股轉空破底 殺到15,600 跟你講崩了3,000點 電子股會帶頭反彈 尤其電子股的籠筒 台積電當然帶頭反彈 所以年初680一路警告你 轉空轉空轉空破底 上禮拜505跟你講怎樣 來 全國同學見證 5月13號9點一開盤 台一店我們680獲利 我們年初680帶來的同學 趕快賣出賣光光 一路賣出 獲利賣出賣光光 一路不准碰 對不對 上禮拜大跌505附近 你趕快買 為什麼 撿便宜這裡會有強勁反彈 懂不懂會有反彈 昨天有沒有彈 昨天有沒有彈 是不是 昨天來到540 是不是十張三幾萬 30張就100萬了 昨天漲到540大漲36塊 昨天要幹什麼 昨天已經跟你講 大盤漲了700點面臨拉回修正 大盤會修正 當年問台電會不會跌 當然會跌 所以你看看我們昨天 全國同學5月18號9點半 台電我們505買進 昨天漲到540 你看這都昨天的全國同學 500次附近逢高獲利 30多塊賺起來 10張三幾萬先放口袋 跟你講這裡會拉回 因為大盤會拉回做第二隻腳 所以台電當然會跌 今天有沒有跌 有沒有跌 是不是完全見證的 殺20塊 你昨天不賣10張就20萬沒有了 20張40萬少了40萬 所以你看股票的操作 莊老師帶你們怎麼操作的 不是來每天跟你胡說八道的 來到18000就喊2萬 那誰不會呢 跌到15000就跟你講 小心小心誰不會呢 對不對 我們看到大漲 怎麼樣找機會放空 看到大跌3000點 怎麼樣翻多 怎麼樣買台積電 680塊台電 怎麼樣賣出 跌到505 怎麼樣把握買回 這才是專業的操作 你要跟的是這種老師 不是漲到680塊台積電拼命喊1000 跌到500塊的跟你講 小心小心 不要碰沒跌完 那你跟這種老師你會賺錢嗎 好不好 那台積電今天拉回520廢話不囉嗦 拉回還是多 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整個向上反彈的多頭的結構 是還沒結束的好不好 那台積電會談到哪 台積電談到哪 目標價我們都講得很清楚 所以第一波段上禮拜買完台積電已經三十幾塊 拉回昨天要懂得獲利對不對 今天拉回再買你看又520了 所以再談到540我們就已經賺了快60塊了 你懂吧 所以再往上我們又可以又賺20塊 你懂不懂這才是操作 台積電會談到哪 你看昨天報紙 哇 台積電你看外資又在喊上看1000 這都是很糟糕不負責任的 對不對 這都叫做練銷尾 對不對 就胡說八道 一看到長得跟你喊上看1000 所以台面上絕大部分很多股市專家老師 都是這樣子搞 所以為什麼散戶會賠很多錢 好不好 那台積電會談到哪 聯發科一樣1230到700多 跟你講會反彈 有沒有彈 彈到850 聯發科會談到哪 創意你看600跌到300 反彈談到500多 環球軍900殺到400多很可憐 跟你講大減便宜反彈 是不是談到590又談得快100了 台勝科300多殺到180 腰斬跟你講反彈談到250 金鴻290殺到120 跟你講大減便宜會反彈談到170 聯電72殺到43 跟你講會反彈談到51 玉創100腰斬50幾 跟你講大減便宜反彈談到7字頭 威盛100腰斬達到4幾 會反彈談到哪 宏達電一樣腰斬會談到哪 力旺25殺到1000的腰斬再腰斬會談到哪 群聯500殺到300反彈目標價 金鑫科600殺到200 南電600殺到300多會談到哪裡 好不好 國巨500殺到300反彈目標價 全新160腰斬的反彈目標價 穩帽300多殺到100多反彈目標價 聯用你看看500殺到300反彈目標價 好不好 這一波電子股全面破底 我們在年初就跟你講得很清楚 電子股破底現在空頭結構是沒有改變的 破底結構之後的反彈目標價 你一定要知道 因為電子股當反彈結束之後 還是要進入空頭的修正 還是會再度向下探底 甚至破底都不一定 好不好 所以一定要把握手上有套牢電子股 趁這一波反彈滿足點在哪裡 你手上的電子股的反彈滿足目標價在哪裡 手上這些電子股套牢的 你的老師不理你 趕快來找我 張老師會救你 我會告訴你 你手中套牢這些股票 這一波趁反彈到哪裡 你要把握賣出 把握出脫 因為你不賣 將來反彈結束 還是會再殺我 好不好 電子股手上套牢的反彈目標價在哪裡 今天通通播電話進來 張老師幫助你 好 台子股要怎麼操作 那絕大部分人操作台子股 不管你跟老師自己做 坦白講搞到最後都是慘賠 為什麼 因為一般操作台子股就是兩種 一個死多頭 一個死空頭 死多頭只是每天看多 死空頭每天看空 你這樣硬拗 搞到最後慘賠 為什麼 因為期貨它就是一個波動 所以期貨的獲利關鍵 你要懂得掌握什麼 千點的波動 你就輕輕鬆鬆掌握倍數 創造倍數的獲利 對不對 根據專業 不要拆 不要賭 對不對 來 專業的依據策略工具 全國同學相信大物專業 專業當然賺錢 二月份18,300領先預告 籌碼轉空向下破底 你告訴我二月份有沒有帶你放空 二月十七號18320 趕快放空 反彈逃命都是空 來 親眼看一下 從18,300反彈逃命都是空 一路警告你向下破底 殺到16,600 有沒有100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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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點 同學 這樣子是不是1600點 二月份一路空下來 輕輕鬆鬆嘛 先掌握這1600點 來 3月8號這裡 跌到16,600 跟你講會反彈 而且跟你講會彈到17,700 這裡又有1000點的反彈行情 領先預告送分題 有沒有 3月8號有沒有帶你做多 16720 16745 16875 17319 一路做多 預告會彈到17,700 來了沒有 來了沒有 知道你是神嗎 不是 這都是專業的依據 空下來1600點 翻多1000點 完全在籌碼結構的事前的掌握中 對不對 那談到17,700 跟你講反彈滿足以道 會戰度向下 吸波修正破底 所以來 3月底 有沒有叫你放空 有沒有叫你放空 來 親眼看一下 3月底 3月31號 17750空 17740空 17740空 17500再空 17330還是空 17200 17675 一路一路空下來 你告訴我有沒有1000點 天啊 這一波下來 來吸波2000點的行情 你看看三趟已經多少點了 三趟4000多點的行情 每一個轉折都事前幫你清清楚楚 輕鬆愉快掌握 所以每一趟都是千點的波動 你看賺幾倍了 賺幾倍了 4000多點了 同學 是不是 千點就一倍 4700點是幾倍 你自己算好不好 好 那上禮拜殺到15000 跟你講ABC修正結束 會展開三分之一的反彈 三分之一的反彈 講得很清楚 反彈三分之一 初步先看16200以上的壓力 對不對 所以上禮拜 15755 15850 15964一路多到昨天有沒有16200 來了沒有 是不是600多點以上的 波段的獲利先讓你掌握 反彈600多點 700點 昨天跟你講了 談了六七百點來到16200點 會面臨初步的壓力 拉回修正 來昨天16275轉空 今天是不是400點 拉回400點 多空兩趟又1000點了 今天怎麼做 今天怎麼做 最精彩的 今天一早崩跌400點 你在幹什麼 你又在逃命了 來 今天全國同學一早9點7分 台子大跌拉回15820 850 怎麼樣 大跌400點 大跌400點 拉回做多 你就張老師 跌400點 怎麼可以買 所以你們看到大跌就想逃命 看到大漲就想做多 你這樣子永遠追高殺低 永遠慘賠 對不對 昨天大漲700點跟你講 短空避險 拉回修正 今天大跌 趁大跌拉回15820買多 9點7分 到了10點15 你告訴我今天台子最低點多少 全國同學自己去查一下好不好 你不要說張老師騙你 就這麼神奇 一點不多 一點不少 憑什麼 你以為張大文用猜的嗎 這就是張大文40年的專業 所以我們全國同學今天9點7分 就很清楚15820拉回做多 10點15最低就15820 那你告訴我 我們今天全國同學又賺多少點了 15820 15850買多 你告訴我又多少點了 有沒有白點 有沒有白點 140點了同學 賺錢就這麼輕鬆 不要拆 不要賭好不好 相應大物籌碼賺錢很輕鬆 那這一波台子會談到哪 那電子股從505台一電 一路給你拉回搶多 昨天541逢高獲利今天拉回520 拉回還是多 台積電會談到哪 台積電會談到哪 好不好 台子期會談到哪 聯發科會談到哪 你們手中電子股破底的套牢的 這一波的電子股的反彈目標降 誰能救你 你很清楚啊 張老師從2月份警告你電子股轉空 大跌3000點 張老師有害你嗎 所以電子股你的反彈逃命在哪裡 手上有套牢電子股 我太清楚 你們滿手套牢電子股 你2月份不聽我的話 你就滿手套牢電子股 這是一定的 那過去就算了 該怎麼辦 手上套牢的何時要逃命 反彈滿足點在哪裡 所以想知道的撥電話進來 張老師幫助你